所以宋慶明覺得他會是第八 我們看一下第八名是 我們看一下第八名請看 真的 宋慶明 看看男明星對你的理由 是不是一直講這些理由 為什麼 慶明有這個量力外表 但是呢 跟他交談過 發現其實他是一個賢妻良好 為什麼 因為他很愛孩子 也愛家庭 甚至於呢 為了 優惠的家庭 他願意退出這個靈異圈 洗手做坑坑 原來宋慶明有嫌妻良母 這一方面的感覺 而投反對票的人用什麼想法 因為呢 他跟我演戲的時候 我的小孩一個三年級 一個五年級 宋慶明會在他們面前喬奶 所以這是非常不當的行為 我怎麼樣也不會選 這樣子的人當老婆 因為覺得他就是一個 滿厲害的 然後就是一個比較 所以如果閃電結婚之後 很多事情還沒有搞清楚之前 那接下來很多東西 就會被他控制得 完全在他手裡 這一點是 滿讓許多人害怕的 欣妮 我絕對不會跟你閃電結婚的 因為呢 你已經有過一段婚 送欣妮 最主要是因為 對 那我可能就比較 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可是我還有幾多分 所以我希望 做的對象是跟我一樣是第一次 男生真的會因為 結過一次婚這件事情 打退糖果 我覺得會 可是他們會考慮說 你那麼快之前進入婚姻 然後很快就結束了 所以你認識的男生是 一聽到你離過婚 就立刻打退糖果 我身邊是沒有啦 就是 喜歡我的都還滿 覺得OK 因為幾次婚姻 離過之後 可能你會變更成熟 另外九位 如果有人跟你們介紹的男生 是介紹一個離過婚的男生 可以接受跟他見面 約會看看的舉手 可是如果有小孩的 還是有六個人願意啊 余小萍 對 就直接接別人的小孩 對啊 如果你們幫你們身邊的男生 介紹女生的時候 你們會替他考慮一個 離過婚的女生嗎 會啊 可以是不是 可以啦 而且我覺得有一次婚姻 應該會更加成熟 對 但他第二次婚姻 他會很慎重再選擇 對 所以剛才那些男明星說 結過一次婚是問題應該是 膚淺吧 對 因為馬國賢本來就是 以膚淺著稱的啊 所以還好啦 還有博士輪 對 所以你應該不在乎 他們兩個的意見吧 好 班哥 我們要接下第九名 是 那接下你覺得第九名OK 我們看一下第九名是誰 來 好厲害喔 好可怕 好可怕 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就不想要在前面 為什麼 因為是男藝人 男藝人才愛妳啊 每個男藝人都愛妳啊 妳不是還去商客 反正生日派對嗎 就只有那一次而已啊 太意外了... 就那一次 白雲不是會跟妳通電話 就也只有那一次通電話 妳現在是在害她吧 不是 男藝人的最愛 不是 因為像上一次的也是 上一次好像第一名吧 然後就最後的理由 那個就是訪問的那個男藝人 我都覺得 早早 那不要第一名 可是妳倒數第二真的好... 好驚訝 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妳是可以排到後面耶 我覺得還好耶 我還滿開心的 OK 對 所以妳沒有要哭喔 我沒有要哭 我幹嘛要哭 因為... 就是同樣的 沒有啦 雖然換我們訪問的男藝人 在家裡哭 好 我們看看王穎萍得到 是反對票跟戰權票是哪些人 我覺得應該是王穎萍 是的… 因為王穎萍感覺上是比較 就是比較傻氣一點 可能會馬上會答應吧 從王穎萍竟然認為他傻 我們聽聽看比較實在的意見好了 我會選擇王穎萍 因為他 可能以後有小孩了 然後在餵奶的時候 旁邊已經圍了一群的人在看他 所以我可能不會選擇他 謝謝 你現在看王穎 身材這麼好 這麼高 這麼美 我每天晚上 我每一天24小時都要擔心 有沒有別的蒼蠅圍圍到他 有沒有別的賤男人想要笑顧他 知道嗎 所以王穎萍 最不想婚的話 我覺得是王穎萍吧 因為我本身個人就是頭腦也是呆呆 還有一點遲鈍的 如果再跟他結婚的話 我覺得我們兩個笨笨的應該 到處可能就被人家騙錢 騙來騙去的 可能就是兩個沒有什麼好下場 小孩子可能生出來也不太好嗎 我就知道一定就這幾個女生 對 所以我覺得說第九名我OK 真的 張克帆選中簡直是晴天P 我們算是不會放過一些 優質的男藝人嗎 對啊 王穎萍站去了第九名的話 很奇怪就是 起碼剛才余小平跟李冠儀 是在搶最後一名的狀況下 我應該第十啊 那妳覺得李冠儀在前面囉 對啊 怎麼可能 李冠儀耶 李冠儀可能第六啊 李冠儀呢 妳覺得妳會第十嗎 我覺得有可能是第六吧 就我比較沒有殺傷力的 所以妳是看準了余小平 會最後一名對不對 最後一名我倒沒想到 可能是那個小潘潘吧 對啊 我也覺得有可能是我 好 凡哥 我們揭曉第十名囉 直接就揭曉最後一名了 我們看一下第十名 是誰 李冠儀 李冠儀 妳覺得那明星 不願意娶妳的原因 會跟爸爸媽媽有絕對的關係 有 有關 一定有關 而且那個 他們都說我愛打麻將 是 可是妳交往對象中間 比較偏模特耶 比較不是男藝人 對啊 帥哥 所以妳不要男藝人對不對 我也不喜歡 我真開心 我是第十名 因為我看到那一名人 我問一下妳 有沒有 超開心的 男藝人當中有沒有外型 是對妳來講還像 可以符合妳對於帥哥的標準的 有 很多啊 像誰 可是那些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的 像誰 王力宏我就很喜歡啊 賀君翔 所以如果是常上綜藝節目的男藝人 誰比較符合妳的條件 妳可以舉些例給我嗎 像Junior Junior 不是 如果是趙振平這種的 趙振平 蛤 不是 不是 我想想看喔 那 安君燦那種 安君燦的那個樣子 他喜歡少年型的 美型 那我看一下 看一下余小平得到的票嗎 那個 這麼多人裡面 我可能會選余小平 因為我跟他算熟 而且我覺得他的個性 非常非常大辣辣的 很好講話 說什麼他都會同意的 說什麼他都會相信的 說什麼都可以騙到他的 所以我二話不說就選他了 閃婚排名吊車位的余小平 托反對票的人是什麼看法呢 最不想的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余小平小姐啦 最不敢閃電結婚的人 我想應該是余小平 我把這一票扣給余小平 余小平 余小平啊 就是我們小平 我應該是會選擇這個余小平 可能因為數大招風嘛 畢竟是個明星家庭 所以難免就是男生 男人還是會有一點點的緊張 跟有一點距離 所以如果要我選的話 最不想結婚的對象 應該是余小平 不好意思 但是因為余爸爸的隱異威之下呢 我怕我嫁過去之後呢 要每天洗一碗煙雨跟拖地板 所以呢 小平 Sorry啦 他是一個 算是來自他們家庭 比較團結一點 所以有時候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壓力會大一點 當然他們一家人都是新聞的這個焦點啊 有時候跟他談戀愛或是結婚 我覺得應該壓力怎麼比較大 說什麼都可以騙到妳了嗎 真的 所以男生跟你講說 他真的沒有劈腿 妳就會相信他沒有 我心裡不相信 但是我會還是相信 所以前面幾次 妳受到傷害都是因為男生在糊弄妳 然後妳都是知道 要到什麼時候妳才會覺得 我必須要面對這件事 就... 就真的那個男的已經走了 所以他自己劈腿 然後還自己先走 對啊 所以妳是一個好追的女生嗎 只要外型符合妳的要求的話 妳就很好追 所以只要帥其他什麼都沒關係 不一定耶 有時候其實也沒有很帥 只是他會打扮 潮男 對 那如果很會打扮 可是腦子不好呢 怎麼樣算腦子不好 像他這樣子的話呢 那也不潮啊 他如果很會打扮的話可不可以 他如果很會打扮OK 而且要...可是要 男人就是逗我笑 然後疼我 那就是他 是 就是我啦 就是使配給他就對了 如果非常的有心 可是會用很不好聽的話罵妳 妳可以接受嗎 可以耶 最嚴重可以到的多嚴重 什麼 這樣妳能接受 然後妳說有幾次妳都原諒他 先原諒了一次 因為還沒有發生第二次 為什麼 妳說現在嗎 不是現在 之前 對 可是那是他在喝醉的狀態下 那他就是台客啊 所以罵這句話已經是極限了 很極限吧 這應該立刻就是當場離開 如果就當他是醉話 那這句話比賤人怎麼樣 賤人還比較時尚一點嗎 好 所以小萍在他甘願的情況下 得到最後一名 他也不想嫁給這些男的 我是家庭的壓力 沒辦法 小萍萍妳逃過最後一名了 對啊 所以我要說回 那個前半場的話 我非常喜歡圈內的所有男藝人 真的太優秀了 妳不是說他們事業不穩嗎 不會 我覺得現在 能夠在演藝圈生存的 尤其能夠訪問到你們 就代表你們真的都太有才華了 太優秀了 看男明星調查VCR 意外爆出李冠儀的八卦 所以現在是不敢 透露出一個八卦嗎 好 沒有啊